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特性是一个Integer 那这个是Type 它的Type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Variable的Name 名字 那但是呢 C里面的Type 其实没有很多种 但是C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让我们C语言的很好的地方 就是可以我们自己去定义我们一个新的Type 那其中一种最常用 一个Type的话 用作Length list的话 我们就会希望去定义一个Type叫Node 那定义的方法是这样做的 那你写一个 它 这有一个这样的东西StruckNode 然后 分号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是可以 以后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新的Type叫Node 那以后我们就可以写一 比方说我写完Integer A 我就可以定义一个 新的Type 这个Type叫StruckNode 比方说我叫X好了 以后呢 X就是一个新的Variable 它的Type就是StruckNode 那我们不过 我们要记得就是 当我们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这个是需要放在比较上面的地方 因为当我们使用这个时候 我们要保证这个已经有看过 那StruckNode呢 它里面是怎样的东西 是你自己可以安排的 你可以说 这样的一个Type 它里面呢 可以包含一些东西 比方说它可以包含一个Integer Value 我叫C好了 可以包含一个Character Value 我叫K好了 都可以 反正你里面 你喜欢怎么安排它里面的内容 都可以 但是呢 对于Liz来讲的话 我们希望有一个要求 就是 我们给定你某一个人 我 这边的人 就是Node的意思了 给定你某一个人 他随时都可以找到 下一个人是什么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有某一种 它里面 这个结构里面 需要有某一个地方 告诉你下一个人是怎样 对不对 那下一个人到底是怎样 那下一个人 你是一个人 你是一个Node Node Node其实就是一个点 一个支点 不过你就把它看作是一个人 一个人的下一个人 它的type 一定是一个人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呢 你要知道下一个人是什么 就是可能就是要把下一个人 把它记下来 对不对 可能下一个人我叫Y 不过Y的不是那么common 对不对 这个只是X的下一个人 我就是用next来表示好了 那但是呢 我其实我不需要知道 下一个人的Node是怎样 我只需要有办法把 指到下一个人的那个Node的地点就可以了 其实这边有一点有点不一样 这边其实我们需要 需要用的就是里面不需要把下一个人都包含在我自己里面 就一个人包含另外一个人就好像是一个孕妇 就不行了对不对 那但是如果我用pointer这个概念的话就很很不一样 我不是把下一个人把它放在我自己肚子里面 我是我自己有一个手 有一个pointer 可以很很简单的指到那一个人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般link list里面 它structure note的定义 这个就是关键 前面的那些都不是太重要 前面就是每一个Node里面你要存的information 最重要就是你有办法可以指到下一个人就可以了 OK 那所以前面那些都是information 那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好我们比方说 现在我们就希望可以写一个list 它是代表一些人一个接一个的 然后呢我要做到这个状况 那我到底要怎么写 那个状况是这样的 好 我现在就是有三个人在排队 两个人好了 这是前 这是后 当然了后面还可以接一些人 不过现在我就把 早知这边有两个人好了 前面那个 叫John 后面那个叫Mary好了 那实际的情形John跟Mary可以是不一样可以改一个名字 那我希望要描述这个状况 描述他们是一个接一个的排队的 那这个时候了 要描述这种情形了 我们的Node应该长怎样 我们的Node了 我们就希望定义一个Node长这个样子 每一个Node了 它里面需要记这个人的名字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information的地方 所以呢 或者我们也许会定义一个character array 它的名字叫name好了 但是可能这是 我给你80个位置 有足够的位置 可以把这个John或是Mary填进去 另外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需要 一个pointer 可以指到下一个人 那这个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希望每一个Node长的样子是怎样 那用画图的方法的话 我们就是每一个Node它是长相就是这样的 它前半部就是有一个name的地方 name 就是把这个里面的东西盛起来 下半部就是有一个pointer 可以指到另外一个Node的地方 OK 那我们现在要构作这个状态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如果写一个程式的话 我们写这几行就可以了 那 假如了我真的要做到 这个状况 那个程式的 也许我们就需要写这种了 在目前的状况 我需要有两个Node 一个放John的 一个放Mary的 给它一个名字好了 一个Node的名字叫X 一个名字叫Y好了 我甚至可以 目前是暂时是这样好了 那然后呢 我要把 好 我要把X的name部分 把它填到John 那我怎么去 控制这个name 刚刚没有讲 其实是很简单 X如果是一个Node的话 X.name的话 就是 就是控制这个地方 那我就把John这个 抄进去 如果用西语言 就用不同语言 有不同的写法 用西语言的话 你就做这个指令就可以了 我们用了这个 方式叫String copy OK 然后呢 我也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String copy Y.name 然后就把Mary放进去 OK 那我们还需要就是 我要知道 X的后面是Y 对不对 那X的后面是Y 怎么办 X的后面 就是X的后面 这就是X的后面的意思了 它是Y 那这个时候呢 它是Y 不是直接写Y 对不对 Y只是 Y这个variable里面的内容 我这是一个pointer来的 X.next 是一个pointer来的 所以我确实是需要 Y 它的地址 所以呢 我要有一个N 这个Y 那然后呢 我还需要 就是Y后面是没有人 对不对 Y后面没有人 所以Y.next 我要找一个方法 代表是没有人 那没有人怎么办 通常呢 那这个是 这个是写地址嘛 对不对 那哪一个地址 代表没有人是最好的 那灵呢 灵就是最好了 因为什么灵通常 就是不能用的 你看到灵 你就说这个就是 不能碰的地方 所以它后面就没有人了 那这个就是 做完这个部分 我们做了怎么样的东西 我们就是 好 有一个这样的 做完这田来这边 这是第一行我做的事情 第二行我做的事情就是 Mary我就填在这边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三行我做的 X.x等于 my的话 我就建立一个point 这个可以举到这边 那第四行 y.x等于0的话 我就建立一个point 它举到一个0的地方 0呢我就 这个就没有了 那这个就是可以把 这个来表示 如果我一开始给你X的话 大概你就是可以 输出X的内容 输完X的内容 你就可以再输出Y的内容 借由一个 借一个 一个 来来把它 把它借起来 那其实呢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 也许 因为我也不知道 John一定是第一个 对不对 也不知道X跟Y是第一个 还是怎样 所以呢 我们不如就多做一个 多做一点的功夫 我们就是多定一个variable 叫head好了 我目标是希望 有一个叫head的东西 它可以举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我要做这一行 做这一个动作的话 我多加一行就可以了 我在这前面就加head head是一个point嘛 对不对 我要把它 指到 John这个人的地址 那John这个人就是X 的地址 这样就行 OK 那有了 这个是一个很特定 很特定的例子 因为它只有两个note 而且两个note 内容是怎样 怎样 我们都知道 但是在 比较 general的情形来讲的话 我们随时都可能有机会 加一个note进去 拿掉一个note 或者做改变 也不一定加X 也不一定加Y 那 那个时候呢 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概念 就是把那个list里面的 的内容 或是里面的人一个一个兜起来的 那 有了这样的结果 这样就是做了这个状况了 对不对 那 做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那个 就做了 做了 做有什么用 至少 你做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 所以 如果我希望把里面的人一个一个print出来 那怎么办 那 当然了 现在只有两个人 对不对 那我就print两次 我就知道停了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不知道这个list有多长的 我有没有办法可以写一个program 把里面的人把它一个一个print出来 那 其实呢 如果定义的比较清楚的话 我们是可以做的 那 这边 下一步我们就尝试 给定 所以 我们现在 假设我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了 我的input 就是 那个head 哦 一个list 那我目标 那我的target 或是的output 是怎样 就是把所有的人都print出来 那我怎么办 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把它print出来 我可以怎么做 其实呢 没有很难 我们这是写一个wire loop就可以了 那我这边就写给你看 那我这边就写给你看 做法是这样的 我们 先定义一下 一个pointer叫current的 current的永远是指向 目前我们要看的那一个人 或是准备要print的那一个人 所以 在一开始的时候 head是given的 对不对 所以一开始我要做的事情就是current 我要把它设作是head 在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head 它有这个note的地址 如果你说current等于head的话 就等于把current的内容 跟head的内容 变成一致 变成head的内容 所以呢 做完第一句的话 current就会变成是有这个状态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那 做完第一步的时候 我做到什么时候停 就是做到其实current会指向这个 然后下一步是指向这个人 下一步是指向这个人 不过这边是没有人而已 不过这边是没有人而已 那所以我们要写一个while 就是当它指到任何人都没有的话 那就结束了 所以了 whilecurrent 它指的是有东西的话 它不等于0的话 就是它里面的内容 确实是一个地址 一个address 所以它不等于0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把里面的内容print出来 我这个时候了 就是做里面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print 里面的内容 好 print完之后我怎么办 print完之后就是这个时候我就print了John 对不对 print完之后我下一步要做怎么样的事情 我就 它不应该指这个了 对不对 它要指到这个人才对 那我要执行怎么样的一个指令 可以使得这个current可以指到这边呢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等于把current需要做更新了 对不对 current需要指到现在的这个人 他里面这个point指的地方 对不对 对不对 那 所以 所以我就是要找这个人的next 就是我的current要所更新的地方 那现在指的这个人是怎么办 这个人怎么办 我怎么找到这个人 这个人怎么办 这其实很简单 这个人就是referencecurrent就是这个人啊 对不对 希望你们够熟悉的 如果你熟悉的话 current是指到这个人的话 你真的是要知道这个note是什么的话 它就是reference of current 你就把reference of current 就是这个人啊 但是我要的不是这个人 我是这个人里面的内容 里面的哪一个内容 里面的点next 这是我要求的地方 所以呢 reference current就是到了那个note 但是我不需要那那个全部 是那个note里面的next的那个pointer 那我们检查一下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是note star来的 这是一个note pointer来的 这是一个note pointer来的 那他们做等号 就是做assignment 其实蛮合理的 那做完这一步的话 我就可以知道啊 current我就可以很直接的移到这边 一个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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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最后 你发现他里面这个人的内容是0的话 我下一次跑吧 他就停掉 那就结束了 所以这是跑那么简单的一个程式就可以了 那还有最后就是补一句 就是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复杂 对不对 你要写程式的时候 又要开括号 又要start 又要点 那真的是太烦了 那在C里面其实呢 有一些简 是简化的东西 如果我今天要写 derifference a.b 当然这个括号要括好 好 这是什么 这是等于一模一样的 我是用另外一个写法 写成a箭头b就可以了 那你说箭头在哪里长 箭头就是一个简一个大 就是箭头了 把它连续的写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程式这一块 可以变得没有那么丑 其实这个就可以变成是 current等于 current 指向next 分号 那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很小的程式 五行 你就可以把 只要你知道那个list的头 我就可以把里面内容一个一个的去处理掉 主要就是print你 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好 以上就是list的介绍 那我们下一节会讲 关于queue跟stack的那些处理的方法 好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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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